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 我是亚琴 拜腾与特斯拉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歇过 最近呢就有消息称 一款远超特斯拉的拜腾 Viton Concept将于2019年底正式在南京投入生产 而它的起步价呢 就达到了30万 这款车究竟有哪些厉害的地方 下面啊就让我们从最受争议的50寸大屏说起 在发布会上 相比最让大家难以忘怀的 当然还是Viton Concept上占满中控的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堪称是一个移动电视 让参观者不尽感慨 这么大一块屏幕 完全可以和家人女友在车上看电影了 这样不影响驾驶吗 是否对驾驶有影响咱们先不评论啊 但是就Viton Concept有很多创新设置呢 确实值得我们一聊的 比如说Viton Concept当中呢 就搭载有一个1.25米的车内人机交互大屏 设计者创新的将车辆后视镜植入到大屏当中 这样呢后视镜中的内容也会在驾驶者正前方显示 并且呢可以实现实时的自由切换 而这个技术如果能够通过国家法规 那么未来投产的车辆都会取消实体后视镜 另外呢在交互方面 Viton Concept的车载系统提供的语音加触摸加手势控制三种交互方式 操作起来呢也是更加的便捷哦 并且呢能够实现手势控制大屏上的信息额打开 关闭挪动等等 而Viton自身的目标也很远大 试图通过未来推出的三款车型 来分别打败奥迪Q5宝马X3奔驰GLC三款车型 汽车市场的激战从未停止 在未来呢还将更加的精彩 而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好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当然了也欢迎您留言转发 拜拜